好咱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Cellery 我们昨天呢带着大家已经把这个Cellery的整体结构 以及它的一个基本使用方式跟大家说完了 说完了之后呢我们回过来再来看一下 那我们昨天再给大家去讲这个Cellery的一个基本使用方法的时候呢 咱们是把整个一部任务通通的全都是定义在一个文件当中 如果说你现在在工程里面要想去使用Cellery的话 有些时候呢你会发现它所定义的这个一部任务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它以目录的方式来进行定义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如何以目录以这样的工程方式来去管理这样Cellery工程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 那我们现在回来看一下 那比如说还是拿着昨天咱们所说过的这样发布短信的一部任务 首先呢我们还是在这个工程里面去定义一个Tasks 紧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去定义一个对应的启动文件 这个启动文件呢我们可以把它启名字为这个main.py 然后呢有些时候公司里面也直接把它启名字就叫Cellery.py 这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紧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把这个东西作为这个main.py之后 我回过来把我昨天之间在单一文件里面所去写的东西呢 统统呢在定义这个Cellery.py以及上面的这个导入的时候呢 我们给它引入过来 也就是因为说我会把闷点pp作为Cellery在去启动的时候的那个启动的那个模块 所以我们现在呢把它去引入一下 这个体验所干吧 我们把它引过来 然后呢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之前在这里面所去定义的那个役部任务呢 通通的咱们都可以说是以目录的方式来进行定义 那比如说我现在呢去定义一个役部的任务 然后呢以这样目录包的方式 它什么东西呢 它是关于发送短信的 那我就把它叫做SMS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呢 接下来我在这里面去定义关于这个发送短信的这个役部任务 那定义这个发送短信的役部任务呢 既然已经放到一个包当中 那通常情况下 关于这个 这个放到这个包里面的文件呢 Cellery可以让我们去起名字 起名字叫什么东西呢 就叫Task Task 我们就起名字叫它 叫它之后呢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叫做它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启动文件当中执行一条命令之后 那它会帮助我们自己把这个包当中 默认名字为Task的这样的Py 作为它的一个役部任务定义的东西 它会自己的帮我们进行识别 这是关系战略 然后呢 那请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相对应的这个 关于这个SMS这个发送短信的这里面呢 给它补充完整 我们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然后呢 咱们也得去 把原先在这个单一文件里面所去定义的这个东西呢 我们给它导过来 我们给它导到这儿 然后呢 导到这儿之后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眼相对应的 这里面呢 需要用到一个SellerVP 它是在哪呢 它正好是在刚才咱们所定义的这个包里面的闷当中了 所以呢 咱们可以去给它导入一下 从哪儿导入呢 咱们Task.py 然后呢 还是相对应的在MEN里面 然后呢 那咱们就可以直接从iHome这里面的一个Task 然后呢 再往下去导入导入什么东西呢 这里面呢 有一个点MEN 然后呢 咱们去导入SellerVP 也就是说 从这个iHomeTask 然后呢 在这个MEN里面呢 是有相对应的下落VP的 我们把它导过来 导过来之后呢 那相对应的这样一个义部任务 我们就放到这儿 这里还有需要一个CCP 那咱们也去导入一下 从iHome里面的 对应的这个 应该是Lives当中的云通讯里面的 然后呢 SMS 我们去导入一下 对应的CCP 好 这是关于这样的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呢 也就是说在一个包当中 这个任务已经定义完了 启动文件呢 也定义完了 然后呢 咱们现在回过来来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既然是以共同的方式来行定义 那也就意味着说 通常情况下 我们把这个定义的这个启动APP呢 它所对应的这个配置文件呢 我们通常是可以给它担出去的 所以呢 咱们把这个配置文件呢 给担出来 那我们可以给它放到哪呢 咱们可以给它放到闷点 PY当中的这个 这个里面 我们给它专门去借一个配置文件 比如说我们买来到 PY 那在这个配置文件当中呢 我们可以去定义相对应的参数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去定义哪些参数呢 咱们在这次给大家去请讲解的时候呢 首先咱们把broker引过来 引过来之后呢 我们也把那个backend 也就是说是存储程序结果的 这样的一个后端 也给它引过来 那么看一下 放到配置文件当中的时候 那个参数应该怎么去取呢 我们在课件当中 有给大家去进行提供 如果说我们现在呢 要想是以这样的工程的方式当中 项目里面去进行提供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它放到 配置文件当中的时候 起的名字呢 就是说 关于broker 把它就叫做broker URL 这是可以的 所以把它提过来 那相对应的broker URL 这是关于broker的配置 那我们使用的呢 还是这样的一个redis 然后呢 是1号的库 所以把它放到这 然后呢 还有一个backend 那backend的对应呢 就叫做 salary result backend 我们把它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的话 咱们这里面是没有设置过 前面的用户名格密码的 也就是说 直接是127.021 就是379 那关于这个backend来说的话 我们通常呢 也跟你的broker 是起的另外一个数据库 两个之间呢 是不会互相关绕的 所以呢 咱们就选 既然broker选1 那咱们 salary backend呢 咱们选2 在这里面配置完成之后呢 那我们回过来 就可以在它的这样的一个启动的时候呢 这里面可以去给它引入 关于相关的那个配置信息了 那咱们怎么去引入呢 回过来 咱们在这里面可以进行相对应的使用 比如说 我们现在就 现在已经创建了salary 然后呢相对应的这配置的broker呢 我们已经可以去掉了 只保留名字就可以 然后呢 接下来引入配置信息 引入 引入配置信息 那引入配置信息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去做呢 咱们可以直接在这里面salaryapp当中 然后紧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有一个相对应的这样方法 叫做 这个config from object 也就是意味着说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config 让这个object能够去进行导入 导入的时候的话 我们在这里需要注意了 你可以去怎么传呢 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呢 就是直接以字符传的方式 来去指明config这个文件 它是在哪里面 我们可以给它去指明 那就像在科件当中给大家说明的 你可以在这里面去指明相关的东西 那除了这种方式之外 我们还可以怎么给它指明相对应的配置信息呢 我们还可以使用导包的方式 直接把config这个模块给它导过来 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就采用跟科件不一样的这样的那种方式 那科件的这种方式呢也是可以的 所以呢 咱们来看一眼 那我可以去导包 导包的话 也是说从这个iHome当中 从iHome iHome里面往进导 导入的一个东西呢 也就是说pass 当中再导入 有这个config吧 我们把它导过来 导过来之后呢 直接把config的对象 这个相当于这个模块已经变了一个对象了 我就把这个模块传过来 然后呢 它今天来就去模块当中读取这样的参数 并且放到这个APP当中来 这是关键点 那这一点说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相对应的这个man.py还是一个独立的 当我在这里面进行启动 我们salleryman.py的时候呢 它实际上是还不知道这个sms 这个包当中所定义的这个任务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还得来去进行相关的导入 那我只不过是说导入的时候呢 我可以用一节快捷的命令 能够让它当我们自动的进行导入 那是哪个命令呢 就是关于可以执行 APP当中有一个autodiscovery discover 相当于自动搜寻任务 那这个自动搜寻这个任务的话 有一个对应的一个前提 是什么样条件呢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你在这个包当中的话 这个对应的任务名字呢 就是固定的task 然后呢 我们只要指明这个 在这个包当中去走入 然后呢 他就会直接去搜寻它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是自动搜寻 递步任务 所以也就是说 直接执行salary 这个APP当中的discover autodiscovery task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指明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关于一个 可能所由定义了很多个 对应的这样的任务包 所以呢 对应的就是一个列表 接下来我们在这里面去指明的时候呢 只要指明对应的这个包的名字 就可以了 所以呢 咱们在这里面去指明 那他有哪些的呢 他应该是ihome当中的 然后呢 对应的task 是ihome当中的task 然后里面的sms 直接指明到这个包就可以了 然后呢 他就会去包当中 自动的就把这个名字呢 作为那个任务的定义的名字 所以呢 这是关于这样的操作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当前呢 我们就已经把最新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当前呢 我们就已经把这样的一个独立的 以工程的方式来进行定义的时候的一个目录结构 给大家说完了 那通常呢 会有一个启动文件 然后呢 还会有一个最新的这个config作为这个配置键 然后呢 再把相对应的各种各样的模块的任务呢 以包的方式定义在这个目录当中来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以这种方式定义完之后 回过来 当我在这个客户端这一边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这个程序这里面要想去发布任务的时候 那他所对应的那个东西 是不是也得去改一下 我们得对刚才的这个任务 最终已经定义为sms里面的task当中了 所以呢 咱们得去把它去改写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是在这个vip code当中呢 去发送的短信 所以我们往下走 然后呢 昨天这里面的sms呢 是直接是以单一文件 tasksms 以这个文件来进行定义的 但是呢 现在这个东西呢 已经变了 它并不是在这个文件当中了 而是在这个文件里面 所以呢 我们把它的那个导包入境来去改写一下 我们把它在下面去注视一下 然后呢 咱们还来去导入 导入从哪呢 从iPhone的task当中 从iPhone的task这里面 然后呢 它里面的sms当中的task 然后呢 去导入sms 我们重新换一下导包入境 然后你能够让它知道那个任务是谁 就可以了 好了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 我把这个做法上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去启动任务了 那去启动这个任务的这个名字 还有印象吗 我们先把左边的这个plus程序先开起来 我们先把这个东西开起来 然后呢 咱们去启动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是哪个命令 salary 然后呢 -a代表的应用吧 我们是不是得找到启动文件呀 那启动文件的话 应该是在这个iPhone的 iPhone 现在层里包启程式 然后呢 task a sk s 然后呢 里面的直接men吧 对吧 m1 n men 然后以它作为其中文件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对应的还要准备worker吧 worker是不要忘的 后面呢 可以一般跟上这样的一日的等级 iPhone 然后呢 我们把它开起来 我们把它开起来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去确认一下相对应的iPhone呢 还是我们在去创建Sellery的AP的时候呢 写的名字 仅仅来transport的 就是我们指名的broker 我们在broker当中的特别人链里面 是不是指名的是6379-1呀 6379-1 然后呢 这个backend我们指名的是6379-2 2号数据库 然后对于对应的我们在这里面还有没有去改参的模型值 所以呢第八是四个 那我们说了 这个地方 它是以多进程的方式来进行运行的 如果我们没有去指名的话 它一般会是采用你CPU的运行的机器的CPU的核数 来作为它开启的进程数 如果你当前的计算机里面是四核心的 它就给你开启四个核 这是关键这样的 然后呢 再来往下走的话 这里面TAS任务 iPhone TAS SMS TAS里面的4男的S8 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定义的任务名称了 然后呢 咱们现在回过头来 回过头来之后呢 咱们来去看一眼相对应的 我们还是去访问一下那个这个注册的页面 regest.html 然后呢 咱们在这里面去输入一下 这里面是CQS 看不清 FNUF 然后呢 我们来去设计一下 设计一下之后呢 回过头来看一下 这个任务当中 刚才是ready 现在是已经收到这些组了呀 而且这里面也说了 cpcd的已经这个任务执行成功了 所以呢 这是关于以目录的方式在进行定义的时候的一个基本的目录 结构 那我们说完这个目录结构之后呢 跟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已经跟昨天跟大家强调过 Cellular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东西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你不应不一定 非得在这个web框架当中才会用得到 你什么时候用到了一部任务 你就可以去想起来Cellular 然后呢 紧接下来 你的这个程序当中呢 你在客户端这一边 就是你写的任何的一个脚本程序了 你在这里面去定义任务之后呢 另外一边你把Cellular Worker开起来之后呢 跟他能配合起来就可以了 那你在去这个实现这个Cellular任务的时候呢 就可以直接把它以这样一个独立目录的方式 来给它呈现出来 所以这一点是一定要清楚的 它不限于web框架 只要任何用到一部任务的时候呢 你都可以去想起来它 这是关键点 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去提供的这样使用方式呢 是放到哪种框架里面 哪种程序都能够通用的 所以呢通用的时候呢 就按照我们给大家去提供的这两个方式来进行定义 好这是关键点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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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 好